我把你的邮件转给他吗 你的邮件是太长太长了 你的邮件 我光是用眼睛看 就感觉有个一万字 有没有啊 太长了 其他话也报奖 这太长了 我不知道怎么 就是说你们刚好是 他写了一篇 他说他是一个毒狗 你写了一篇 你关于你身边的毒狗的邮件 本来是主题比较契合的 但是真的很长 我给你们看一下有多长 你看我的中指一直在往下面滑 看见没 哪里有统计字数 你看 真的很长 也没有一万字了 有3791个字 很长了 你们要听吗 我给你们念一下前面的 嗨发发 周末好呀 几日不见 甚是想念 这次会想写这封邮件 是由于上周六 本折看乐子的心态 投了那个读博邮件一票 看完之后 心情却挺复杂的 想要说些什么 但由于仅凭一封邮件 很难切实了解人家的处境 对于此类关乎人生的建议 即使道理上再正确 也可能因为细节插之毫里 没有一千里 本不想隔岸关火做无谓的评论 但这几天 这事还是一直时不时的在我内心浮现 也让我重新思考了下过去的经历 所以想着也许我可以分享下我接触的赌徒们 他们的行为思维模式 他们如何沉沦 以及有一些又是怎么走出来的 或许可以给这位老弟一些参考吧 说不定也能给台主贡献点素材 然而也不知道这些内容是否有素材价值 如果没有的话就麻烦台主一下 把这个内容转发给他 呗 就别让我让自己联系他了 我也怕他跟我借钱 哈哈哈哈 下面为了方便 我就以他为第二人称写咯 就是会有一点国产电视剧的感觉 需要浓缩一下 我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博主 不用因此而太受影响 有些人说这个五分钟就读完了 我想告诉你 小发读了11分30秒 所以我说就是有点too long 不是开玩笑的 分享一些参考吧 说不定也能给台主贡献点素材 先说说我为什么在这方面摄入较深吧 虽然我自己并不赌 如果炒逼不算的话 哈哈哈哈 但确实可以说成长于一个被赌徒围绕的环境 感觉50%以上的人曾经参与赌博 就不谈了 身边因赌博已经获几近倾家荡产的亲戚包括 但不仅限于我舅舅 堂兄 我父亲 而一定程度上参与的 完全不赌的大概两只手数的多来吧 他们中有些依然深陷其中 有些则慢慢地走出了那个困局 前者以我父亲为代表 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赌博 这样OK吗 但其实也没多大区别 自从他年少得志 而在三十几岁经历了生意上的第一次挫败后 就一直在延续这种模式 到处借钱投资做项目 然后赔光跑路 然后继续借钱找下一个项目 如此往复几十年至今 或许你们会好奇是什么行业 能让他这么连数几十年 不知道台主在做设计的时候 跟基层的工方有过多少接触 他们这行在经过大众已经熟知的层层转包之后 一份看似有利可图的合同 还要受各种潜规则 天时地利的影响 许多不是主观可控的环节的异动 同样都会影响项目的成本与利润 尤其在负担着高昂的财务成本的时候 具体的与主题关系不大就不说了 你都说了这么多了 DW现在肯定很难受 他说我今天花了钱怎么还这样 对不起 可能有过一些类似接触的人 也能看出来来吧 我把它总结为一个自我巩固的循环 由沉默成本 认知扭曲 路径依赖 构成的绝望螺旋 首先沉默成本这个词 我犹豫了好一阵 因为它虽然准确且通俗地解释了 对赌徒们作用的客观机制 然而主观上却微免显得轻描淡写 对于赌徒们把它比作泥沼或深渊 可能也并不夸张 相信发发也能理解 在投资市场中 即便沉默成本不是成本 不应该影响决策的道理 再过前显与正确 要完全克服它的影响与折磨 也是相当困难的 更别说我们输掉的只是钱 而他们多半还搭上了大半人生与希望 基本上任何一个赌徒的沉沦都始于此 而有趣的是 在我看来 他们之中很多人其实运气并不差 而是像金融市场的那句老话 凭运气赚来的钱 都会凭实力把它输掉 像我父亲往往也是凭运气得来的机会 然后凭实力把它们浪费掉 具体生意上的细节就不说了 其实以你赌博为例更好理解 我记得你在给台主的邮件里说过 有大概是从十块赢到上千 然后又输光的经历 具体是什么样的赌局不重要 因为他们在数学上其实大同小异 总值一开始 命运女神已经支了个一百分之一 一千分之一 甚至一万分之一概率的投资送给你了 谁花钱减速一下 浪费 浪费 就像我父亲 明明穷的叮当响了 但对几十几百万利润的生意 从来不会想着落袋为安 而总想着通过各种运作 把它们盘成几千万 而结果可想而知 这是个终究无法赢到底的游戏 如果他还能够 带走我的哀愁 就让你一起 有我中学上数理化课的那种感觉 甚至是愤怒 认为别人不支持他 不理解他 是的 我在说你 老弟 这就是我所说的 你们这些人开始了认知扭曲与路径依赖 而其中其中最关键的认知扭曲 并非前面所说到的 没认识到要赢回损失的概率有多么离谱 也与一般人认知的 赌徒们都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 伤害身边的人 而不自知这点不同 从这位之前的邮件也可以看出 他们往往对此 都有相对清晰的认知 并且很多人也会对此感到相当痛苦 而且这种痛苦 往往也构成了这个螺旋中重要的一环 例如我的堂兄 当时让他深陷泥沼的 并非他自己的损失 而是必须对借钱给他的亲戚朋友 有所交代 但当然我的意思 并非他们并不该为此感到糟糕 而是可能需要以一种 稍微不同的方式去思考 也并非没有认识到 他们现在的人生 行为有多糟糕 而恰恰是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现在已经糟糕透了 不可能更糟了 我觉得稍微长了一些 我也不是掐的GPT 我也不太会精炼 我觉得那个老哥的主要问题 一个是看病 二个就是要忘掉 曾经的一些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得重新开始才行 听上去像正确的废话 但是确实没有别的办法